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很难缠的案子 所以这种案子就像一块硬骨头似的 很多人就把它叫做骨头案 周先勇所在的执行局每年执行的案件虽然有几十起 但是其中有很多都是这样难啃的骨头案 有的案子甚至已经执行了十几年了 还是没有结案 案件执行不下去 执行人当然不满意 那法院也会觉得很头疼 2005年周先勇上任的时候 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既尴尬又复杂的局面 不过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 这一切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那么各位就想知道周先勇 他到底有什么绝招能够啃下这些骨头案呢 9月4号一早 周先勇和同事踏上了开往怀化的列车 去执行一个高难度的骨头案 此前周先勇已经多次到过怀化 今天他要去宣布一个执行结果 这将成为本案的一个重大转折 这是一起拖欠银行上亿元贷款的档案 十年前 湖南利丰水电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向中国农业银行淮化市贺城之行贷款1.3亿元 一直拖欠未还 现在本金加上利息已经高达2.3亿元 湖南省高级法院在受案执行的三年中 曾两次拍卖利丰公司的三角摊店站 但都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被迫停止 被执行人哪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主要执行 包括两次加破产 做了多次火箭工作都无法兑现 虽然已有丰富的执行经验 可是对这起特殊案件 周先勇还是不敢调以轻信 他非常清楚 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难产的对手 就我们上下两极法院 对这个利丰公司老板呢 总的一个评价就是一个典型的 和明镜尔沙特的执行方法院 看нымene 傅 我没有丰富的执行人